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总统赖清德 母亲节当天出席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 赖清德表示基隆是台湾头 基隆赢台湾就会赢 他也提出包括了成立专案办公室 深化与地方的合作 推动加入区域经济组织 打造健康台湾的多项政见 赖清德 赖清德 赖清德一进场就获得全场民众热情 欢迎当选生不断 母亲节当天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正式成立 并举行授席仪式 吸引了超过千名的支持者参与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4年总统选举的赖清德 首先向大家祝贺母亲节快乐 同时提到基隆是台湾头 俗话说头过胜就过 只要基隆赢台湾就会赢 基隆是台湾头 所以基隆是信赖台湾 是友会 这支基仔是真的叫头基喔 真的叫头基喔 啊 俗意你说喔 头基人家有知 生理一定来的 对不对 所以基隆赢 我们就一定赢 你说对不对 对 你说对不对 从赖清德手中接下战棋 高龄97岁的清安公主委 同时也是国社顾问的同用 希望大家帮忙 让出身大基隆地区的赖清德 顺利当选总统 我拜祷大家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有你说 一个人叫200票 那就总算了 100票没够了 老板上下下下 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立法委员蔡世英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金融市立法委员的市议员张炳钧 及所有民进党籍市议员都出席力挺 五党籍的前议长张芳麗更惊喜现身 林又昌与蔡世英都呼吁 让资历最完整 同时也最有执政能力的赖清德 接棒小英总统继续守护 台湾民主 从国大到立委到直辖市长 然后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现在要来担任我们台湾未来的总统 这样的资历我相信 是在所有目前可以看得到 可能的候选人里面 绝对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赖清德 有目前参选2024的候选人里面 资历最完整的 不论是行政 中央 地方 民意代表 我们赖副总统都担任过 所以所有的好朋友 你想到你看到的问题 我给各位报告 赖副总统都知道 2024接棒之后该怎么做 赖清德则提出 多项政见 包括成立专案办公室 与各地方政府深化合作 透过区域治理解决问题 及推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发展经济等 另外赖清德也表示 和平靠国防 国防靠全民 至于在野党认为 应该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赖清德直言 没有主权的和平不是真的和平 将让台湾陷入更深的陷阱里 无法再回头 大家都很清楚 一旦接受举止共识 一个中部的环节 这样我们的主权就没出现了 没主权的和平不是真的和平 没主权的和平就像香港和欧盟一样 中国随时要拿回去都可以 所以这条道路不是真的和平 这条道路会让台湾 今天国家沉的陷阱 以后白会头都完全没机会 对于基隆新来自有会成立 获得热烈回响 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主委非常感谢 未来将陆续成立相关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正在筹备中 希望顺利达成总统当选 国会过半的目标 我们后续呢 其实会陆陆续续成立相关的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会相当 正在规划期程当中 竞选总部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党公职 议员主委来担任干部 大家在各区一起打拼 希望总统当选 然后国会过半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26 盗帅 张北京 盗帅 记者张旗腾 基督报道 台北市观传局今年全新规划 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延平河边公园举行 活动整合原有的夏季活动 并与在地的商圈业者合作 推出专属优惠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今年夏天台北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大道成码头 盐平河边公园盛大灯场 活动结合游船灯饰装点 八场精彩烟火秀 河边灯饰串联 及夏日美食等四大主打特色 更与在地商圈业者旅行社合作 推出专属优惠活动 及街区游船行程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过去我们观光同步局办的 这个大道成情人节 就是在每个农历的七系 前一个礼拜六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这个 非常绚丽的烟火来施放 那局长上来之后 他觉得这样子 其实我们这样的活动 其实应该这么好的活动 然后应该让它办得更长久一点 当然对于各位而言 其实有一种希望能够 把这个中南部旅客带上来 那些对我们产业有些帮助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把它从7月1号开始 一直到8月20号 就是情人节的前一个 前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总共长达 51天的这个活动 那51天活动 大概有哪些内容呢 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 包括油船的灯饰布置 包括这样各位现在 在坐的这艘船 我们船身 这个会有灯光的布置 那我们在这个大奥城这个码头 还有这个盐品头顶公园呢 我在3号跟5号跟4号码头之间呢 我们水门之间呢 我们会有这个暗上的 这个光环境的布置 也就是说到了 从7月1号开始呢 各位到这个我们这个大奥城码头来 就会看到水上 其实船是有光环境的布置 有光点的这个布置 然后我们暗上也是有这个光的布置 那等着它其实整个氛围 就会营造起来 然后下一天 然后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当然这个烟火是不可或缺的 那烟火呢 我们会释放会说在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我们现在预计是在8点半过后 再避开这个我们的上下半的人潮 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 会一个这个中低空的那个烟火的释放 然后大家最后一场 大家会有我们8月20号 就是礼拜天的最后一场 我们会有过去的规模的大厂 这个包括有高空的烟火释放 所以总共从7月1号到8月的时候 总共会有8场 7加1场就有8场的烟火释放 那另外呢 其实暑假就是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 是暑假放暑假的时间 那我们会有这个大型邮去进驻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家长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来玩 享受这边河岸的这个风光 那当然河边其实我们还有本来 原本就已经有货柜市集 那我们已经跟货柜市集都已经讨好了 这当然是他们会有音乐 然后这个美食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到这边来 就带客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午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鱼化街商圈逛一逛走完之后呢 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这个吃点东西 然后听个音乐 然后看看晚霞 然后呢就是在河上这个游船一下 大概8点多年什么等的烟火释放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的一个游船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有一些 我们有包装一些这个小语情 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大家可以想说 那你的游船该怎么来包 就把这个游船带进来 那我们这个蓝色公路这个游船我们不会了 我们在飘料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点补贴 让民众可以比较少量的这个优惠的方式呢 就可以上船来玩 那我们还会有这个主题日的规划 比如说可能礼拜一 礼拜就是亲子日 那礼拜一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们就凭着这个身份的优惠呢 你可以上船就优惠 或者是到鱼化街商圈有优惠 还有到我们这个码头在和客户市场 在享用这些美食 餐点的时候会有一些优惠 所以会有这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都有针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优惠 那这些就是我们暂时规划出来 然后从7月号开始 1.8.60号 就会希望在这个暑假能够带给这个大家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大稻城的情人节跟过去 我们过去到情人节现在过来夏日节 享受那种夏日的缤纷快乐这种感觉 大稻城码头好玩之处 让官船局局长陈淑慧为您介绍 住宿交通好吃好玩攻略 大稻城对于我们的大稻城 大稻城是觉得熟悉 可是就像我昨天其实我听到那个我们台湾蝶王 就是那个王冠宏所讲的 台北是一个让大家觉得熟悉 可是却又陌生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他非常熟悉 我觉得我好像很认识这个城市 可是却不知道说 其实在这一个熟悉底下 他有很多新的变化 有很多新的景点 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稻城 其实是一个欣赏夕阳最棒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来到大稻城 来欣赏夕阳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大稻城 后面看到的船 实际上在今年夏天 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个画面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夏天在大稻城除了看夕阳 除了在路上欣赏这种音乐或美食之外呢 海上你可以搭在船上喝杯饮料 很悠闲的喝杯饮料跟三五好友 然后另外呢 还可以吃点简单的食物 那在这部分底下 你除了水上的我们讲沉船体验之外 在整个夏天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路域上面有很棒的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整个夏天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讲天天这个船 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体验 欢迎大家夏日来台北感受烟火展宴 水岸夜景与旧城文化 来一场温慢的夏日旅行 记者温郡银银品艺台北报道 你喜欢吃市场的肉干吗 2023台北传统市场节 特别以顶级肉干大厂为主题 汇集全台北11家传统市场的经典肉干摊 要让民众选出心目中的第一名 这么薄的肉干 它只有0.1到0.3左右而已 用薄到会透光的肉片烤出美味肉籽 位于大直市场的肉干老店业者强调 一只猪只有两坨肉可以做 它是整块剑子肉 微动一下 然后切 用机器把它切出来这样 切出来是整块的 我们不是组合什么的 全部都是整块的剑子肉 这一只猪只有两坨而已 另一家在兰州市场的知名肉干摊 则推出薯条肉干等创意商品 业者也分享好吃的关键 还有传承七十余年的这家南门市场腊肉摊 不仅采国产租存手工制作 每半年还自行将产品送检 确保食品安全 因此很受国内外民众及餐厅饭店信任喜爱 疫情解封后更迎来大爆发 尤其是现在 像很多从国外回来 还有从香港新加坡我们很多客人 因为他们很喜欢用我们的金华火腿 还有这些 那有些长老已经三年都没回来 我们最近观光客这一群非常的多 一年一度的台北传统市场节即将登场 今年以顶级肉干大厂作为主题 汇聚全台北市十一家市场名摊进行PK 要民众投票选出天下第一肉干王 本身也是肉干控的台北市政府产业法案局长陈俊安说 每一家都好吃真的很难选 今年特别以肉干为主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肉干的大赏 那当然我们也把美食放在我们今年的主题当中 所以今年有一百多摊的美食来搅足 我们的韬客最爱吃的摊位 所以邀请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在5月27号5月28号 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花博公园 参加我们的台北的传统市场节 一起品尝台北市场的特色美食 也感受台北传统市场的不一样的文化 另外还有120家 韬客最爱吃熟食及饮料名摊参赛 争夺年度代表天下第一摊 除了网络投票 还会有100位在地向导 前往各摊进行秘密评鉴 顶级肉干大赏部分 也将在活动当天进行公开美食评选 5月27号到5月28号 在花博长廊登场的台北传统市场节主场活动 还规划有多种亲子活动 闯关游戏 消费集点换好礼 及响应环保 自备购物袋换购物金 与50元铜板价限量购等多项优惠 并透过食物的美味 场域的人情味 及体验的趣味 让民众重新认识传统市场 感受道地的台北味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为了让长者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塔比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开发创意教案 行动厨房料理DIY 并设计循环菜单 辅导共餐据点 更首创互动服务 让民众线上自我营养评估 设计互动游戏 透过多元趣味的课程 增进长者对营养的认知 为提供长者健康餐食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社区营养师自107年起 至今已辅导497家共餐据点 辅导据点人员备餐 餐食营养均衡度 食材多元性 质地合适性以及分量等 以维持共餐据点餐食品质 112年更率全国之先 设计共餐据点餐食营养小丁宁 让据点自主减和 提供长者均衡饮食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服务的面向非常多 包括办理一些课程 另外还有一些个别营养咨询 在今天主要分享的部分 是台北市共餐据点餐饮健康的辅导 还有目前正在办理高龄友善餐厅招募 我们说到有关于共餐据点的部分 共餐据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能可以说是老人家的一个幸福据点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可以一起来增加活动 然后互动 还有包括一起共餐 所以这个共餐据点的餐点提供 让我们可以长辈足够的营养 还有健康的食餐 然后让他们能够更为健康 再过来的话 就是除了共餐据点之外 我们还有针对一些餐饮业者 我们今年都有发起所谓的号召 希望他们能够响应 所谓的共餐的营养友善店家 那这个共餐营养友善店家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台面上 大家会看到我们有一些食材的部分 就是有几个原则 就比如说使用这个全骨的食材 因为这个全骨的食材对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 我们营养师设计了非常多創意的教材 包括就是非常实用 就是我们在平常会用到的一些 就是台湾饭在地的一些全骨類或杂粮类 那这些如果能够加进食物当中 尤其在共餐据点或者是餐饮业 如果我们把它加在我们的主食当中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提升长者的营养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食材的部分 要有多颜色还有就是一些多种类 然后就是减少加工品 那这些希望在这些概念上 如果符合的餐厅都可以来加工这个行列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就是健康餐点随手可得 那有关于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推动了一些 主要的一些首创的一个互动服务里面 包括就是我们营养师设计了很多 很多线上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长辈在线上 能够自我营养评估 那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 每年能够定期的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营养状态 然后如果有什么风险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们社区营养师来提供他们一些 更深入的一个咨询的一个服务 那还有我们还有推动所谓的行动厨房 那这行动厨房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器具 带到聚点去 然后教长辈怎么做健康餐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说 回去的时候他们其实自己在家 可以怎么来执行健康餐的一个制作 陈餐与辅导的久如社区发展协会 蔡宏睿总干事表示 感谢社区营养师改善餐食营养成分 与制作质地 让长者们吃的好吃的翘 营养师们他们真的从很多种管道 像包含了从我们的健康促进的课程的安排 然后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行动厨房 然后还有我们的线上 疫情期间的这个线上的一些活动 还有各别的营养咨询等等 那透过这些管道呢 那我们的营养师们 其实都跟长辈建立了非常密切 而且很深厚的关系 那原本长辈其实都不太清楚 说到底营养师来社区是要做什么 但是呢 经过这些服务之后呢 他们现在看到营养师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 都会去拉着营养师的手 然后去问他们说 你们什么时候要再来 我们好多问题想要请教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我觉得对于市民朋友的健康来讲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改变 那就我们社区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社区营养中心 他们从这个个别营养咨询 然后甚至到了我们整个家庭 照顾者的这种陪伴跟支持 其实从他们的回馈里头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他们确实从营养师 所分享的一些内容里面 学习到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健康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是一个蛮好蛮棒的成长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更首创互动服务 让民众线上自我营养评估 设计互动游戏 多元趣味课程 如行动厨房 示范料理DIY 创新教学长者我的餐盘 到超市实地采购 近年来我国人的这个平均一定增加 长者呢常会有一些消化 到的功能减弱 或者是主角 吞变能力下降等等 那我们台北市营养中心呢 在109年到110年 我们也做了长者的营养状况调查 那我们也发现 营养风险不良者 占了11.1% 衰弱以及这个衰弱前期的长辈 也占了13.6% 所以营养不良其实也会造成了 相关的这个激励退化 跌倒以及激少症风险的增加 那台北市营养库中心这边呢 我们就致力推广了这个 创意开发的教案 还有行动厨房 以及设计了这个循环菜单 在辅导共餐据点 一起来为长辈的健康来守护 想知道更多社区活动资讯 欢迎民众洽询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专线 或至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网站查询 一起增进健康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全台最具规模 且最专业的毕业展 松山文创学员季开跑咯 今年有超过45所的校系参与 推出为期六周的主题展 并在战区设置冲锋车赛场 鼓励毕业学生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勇敢当冲 伴随隆隆引擎声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 与美国在台协会代表等人手中的市区车 在赛道上冲刺象征松山文创学员季正式起跑 今年共有超过45所校系及3000多名学生参展 是新冠疫情结束后全台最大厂的毕业展 我们号称这个叫青春月 青春月就是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展览在松烟 那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开始我们有做一个主题周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毕业展分成六大周 所以每一周来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像第一周是艺术与时尚 第二周是大众广告跟大众传播 像第三周可能是室内设计 然后还有像景观跟建筑等等 所以我相信从5月5号今天开始 每一个礼拜的五六日一 连续为期六周都可以看到每个同学的精彩作品 第一周打头阵的是艺术与时尚周 参展学生运用各式媒材创作作品 也表达心中的想法 像这一处迷雾森林 就希望让参观民众有陪伴的感觉 因为眼睛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想要大家在看他的时候可以看着他的眼球 然后好像他很热的在听你讲 或者是有陪伴的感觉 以陶瓷材质做出整面共600片的快筛式技墙 这希望能记录过去国人与疫情共存的时光 他其实就是讲说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已经过了很久 然后上面呢他都会有写一些日期 其实回望过来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段日子 里面已经过了两年三年多了 其实这件作品就是做一个记录 然后把每一个人的一天呢记录下来 仔细聆听参展学生介绍作品 台北市副市长明依华肯定学生的创意与热情 也期盼透过学员季鼓励毕业学生勇敢当冲 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你也看到同学们呢 相对说他可以用疫情 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所谓的创意上的发想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这比我们脑袋灵活非常多 所以其实要多鼓励他们呢 能够赶快勇敢就毕业当冲 能够冲向自己的梦想 能够勇敢去追梦 所以以今天来看 正对同学的表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美国在台协会文化官马明媛坦言 自己不喜欢毕业这两个字 他认为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新旅程 而毕业展不只是展现学生学习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动手做努力实践 负责筹办布置文化大学美术系 56位毕业学生 共200多件作品的蔡新宇也认为 学人际活动对学生作品的曝光 及未来升学或就业都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在这个松烟的他人流量蛮大的 就是然后我们这个展场的布置 在这个状况下 我相信会就是吸引蛮多 不管是画廊或者是业界的一些人们 来观展 然后也让同学的作品有曝光 然后除了这个作品曝光的之外呢 我们的作品在这边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我们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升学一些教授 学长姐他们可能看到 也许做推荐 或者是到时候进去的时候 可能教授对你有印象之类的 除了展现学习成果 透过学员记活动 也让各校学生有机会 互相交流学习激荡创意 文创园区提供学员记的目的 也是要让同样是做这个学系的同学们 除了呈现自己的作品成果之外呢 也可以去跟其他的系所做交流 也可以一些观摩 除了试题展出 2023松山文创学员记 也持续与线上展览平台合作 提供学生作品免费上架 并于线上平台展出 突破展览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让学生的创作被更多人看见 邀请大家一起来园区观展 为毕业学生加油打气 鼓励这群社会新鲜人勇敢追梦 记者张启滩 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松山无感体验走毒工作坊系列活动 在饶河街知名的百年老店松山六安堂 森药行举办 由第三代传人的媳妇廖世奇老师 带领社大的学生深入认识台湾今日硕果仅存的 自切泡制药材盐粉的特殊技术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松山无感体验走毒工作坊 这回来到具有将近70年历史的松山六安堂森药行 由第三代传人媳妇廖世奇老师 为参加活动的社大学生介绍各种中药材 以及制作中药材的过程与传统器具 深入认识台湾今日素果仅存的 自切泡制药材盐粉特殊技术 课程最后六安堂更特别准备 药膳排骨及四成汤 胡理好虎头包手作DIY 让参加者收获满满 这一个漆器就是这样的 这个漆器就是调皮 然后就卸成一小片一小片 这个就是南北解雾 这个就是泡车的座 这个是座药材的座药材的座药材 这个座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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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然后小孩子都16岁就来了 怕小孩子出去好出去玩 所以弄一个乒乓球桌 给他们在那边乒乓 然后晚上也可以 对晚上也可以陷叫 然后现在都是在放药材 像这种做法喔 这个做法是用抽的 它的粉会比较细 那这个药粉是用磨的 还是要加点粉 磨的 就是刚才说的轰 轰完了以后 隔天在每天 这个是打出磨的 这个打出磨的 打完出磨以后 他会用这个机器 或者这个机器 那有的是直接就磨完了以后 磨完了以后 他会用这个做筛 用这个做筛 是真正的药粉去筛的 那有一种是直接磨完筛 那有一种是用抽的 抽的是它粉会比较细 这是打出磨的 那这个是搅拌机 我刚刚讲的那个熟地 他就会先用这个先搅搅拌 搅拌手 这个不是脏 这个都是每天月份 很多用粉在上 这都是粉 他们大陆 他们其实是防风 防风磷 这个都是因为 台湾有在用 所以还是会进口 我现在挑战说 客人会说 你在哪里在败 可是不是我要买这样的败 是因为没有圆 没人做差不多 这么大条 因为没人要自己做油 大家都狡猛来做好 问题是做好 我不敢援 为什么要 还要做这种小条 有手在用 松山社大校长刘英归表示 松山六安堂 自民国43年 在台北市松山区劳河街 开业迄今 已经有68年 至今依然保存相当费工的 药材制作方式 更亲眼见识到旧式器具的使用方式 以及旧游闽南市建筑的特殊设计 非常感谢六安堂杨老板及廖世奇老师 无私且继续谜语的分享 很开心今天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因为我们要来做无感体验 什么叫无感体验 待会韦韦老师会带领我们 而且交给我们 那中药一向都是从根本 给我们做一些治疗跟保养 那我们六安堂呢 是创立于民国 创立于民国三年 1913年 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百年老殿 所以是不是就帮我们保养健康 保养了百年 那我们今天呢 就好好的来学习一番 然后在我们松山区 有这么好的这个 百年老殿 然后里头也有很好的中医师 也可以帮我们保养 还有非常好的药材 帮我们治疗兼保养 这就是我们中药的养生之道 所以今天大家都非常幸运 有机会来做学习 我最后 alright 下来我们来看 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曾兆勋 担任艺术总监 以崭新的风貌重现当年经典 七仙女柔美的身段搭配动人的乐曲 舞出华人社会中牛郎之女的经典爱情故事 2023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压轴大戏 推出民主舞剧七夕语 当年由郑思森作曲曲惠美编舞 1984年举行首演大获好评 更开启台湾民主舞剧以及大型制作的先河 如今再度扳演 北市国特别与台义大合作 由过去两度演出七夕语的台义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曾兆勋 担任艺术总监 以崭新的风貌重现当年的经典 时隔40年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那么仍然是经过时间的淬炼 那么也站在了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立场 成如刚刚所提到的 我是许惠美老师的学生 那么我有幸两次参与了七夕的演出 第一次的时候 那么我担任七仙女 其中的一位我是属于比较个性活泼的老二 那么在二十八年前 那么也感谢许惠美老师 那么从美国回来 把许惠美老师的一个作品 那么重新地在演绎 那么在当时很荣幸地呢 能够有机会担刚之女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想从小跟着许惠美老师的一个学习 那我相信在我一辈子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养分不断地滋养着 那站在教育者的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现在是传承到新一代的舞者们呢 让他们能够领会到在四十年前 那这样子的一种舞蹈的美感 舞蹈的一个呈现 我想艺术是不断地往前进 那么还有在整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当中 它总是会产生的一些变化 那陈如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 这个时隔四十五年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七旭旁边的这个八个字 再续旧女景点大作 那这个我也很感谢我们的这个陈俊良老师 在帮我们设计这一张海报的时候 那么也帮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标语 让他就呈现 那旧女呢是两个意思 又是好朋友 那么牛郎之女的故事 是那么感人肺腑的 很感动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真是百感焦急 每一次这一个舞排完回家以后 我晚上在睡觉 想到这两位 这么优秀的艺术家的合作 然后看到这些 几乎可以说 在学校都是跳现代舞 芭蕾舞 要把它们磨成像天上的仙女 所有的一举手一头竹 都要恰到好处 包括你的眼神 我感谢很多人 我要特别讲团长 还有院长 真是谢谢你们 还有施老师 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姐姐的话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作品 呈现 我们等一下有两段 没有呈现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光是听里面的音乐 然后看这些舞蹈子顺畅 很感动 演出记者会 特别以40年前的剧照 作为舞台背板 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 陈振刚表示 从当年剧照 可以看出舞者的神情及韵味 但不同世代 有不同的审美 在现代音乐 舞蹈 剧场 以及多媒体工作者合作下 七夕雨才能经典再现 背后这张照片 每一个人 每一个舞者的神情 现在都很难看到 很难找到 不同的世代 有不同样的美 就譬如我们 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 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 曾兆训院长 第三度 曾院长是整个 这个制作的策展人 统合了所有的音乐艺术 跟舞台上面 所有的书版事项 真的是非常感谢 曾院长的团队 一起参与 那我们真的要说 每一个人脸上的 气韵跟神情 都有不同世代的美 大概这个世代 要做到当时40年前 大概很难回到40年前 同样的我们也要说 40年后 我们拿什么重现这部经典 这里我们真的就要 谢谢曾院长 谢谢许凌梅老师 谢谢施德宇老师 谢谢整个台义大的 表演的整个团队 给了很多的协助 邀请了当代的指挥家 我们的前团长 正义宾团长 台义大国乐系的 朱运聪老师 在音乐上面的重新成立 还有舞者群 还有我们说整个剧场的 软硬体的进步 在这40年来 台湾有太多新的剧场 舞台上面的软硬体 也进步相当多 当然这个时候 在舞台上综合的呈现上面 多媒体的运用 那也会是这一次 重新再现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2023经典七夕语 舞蹈将由许惠美的妹妹 许李美接手重建 音乐则由作曲家 朱云松做配器重整 由北市国前团长 郑立斌单纲指挥 强强联手 将于6月16号到18号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大剧院重现经典 邀请观众朋友 共同回味这出 历久弥新的经典民主舞剧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鱼电共生的争议仍然很频繁 立委郭国文与洪生汉 要求农委会与经济部 应该要订定清楚的 鱼电纳管原则 由中央机关 主则建立养殖适时查核制度 确保光电底下的养殖鱼业 不受侵害 因应光电发展在地方上的争议 立委郭国文洪生汉共同举办记者会 要求中央应定定清楚的管理原则 加强纳管 以台南七股争议的经验 过去回应地方诉求 提出由中央到地方设立工作站做法 获得不错的成效 但在光电设置越发普及下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前端应应 拟定相关纳管机制 上次公庭会当中 我们提出一些 由中央派出到地方 成立工作站的做法 某程度也发挥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这样的成效 是不是能够在末端处理之外 而能够在前端里头来做因应 那前端里头做因应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个纳管的这个可能性 在地方上我们所有的观察的一个过程当中 地方民众对于这个太阳能光电 或雨电共生的这一个疑虑 日渐升高 那之所以升高的原因是 因为越设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政府某程度也是追求KPI的一个目标的情况 而没有去注意到 所有基层民众的一个感受 一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活的部分 仅仅社区过境 二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产的部分 可能造成既有的一个生产作为的一个冲击跟破坏 三来它可能会对生态可能造成威胁或影响 而引起诸多环保人士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现象当中呢 在过往中央单位 作为一个土地提供者的一个相关机关当中 只是在作为一种书面上的审查 以大潮国为例来说 当初古葡萄财产署发给所谓的开发许可的情况底下 是连现场的状况是毫无所知的情况 只有单纯从书面的审查就给予开发许可 也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冲突跟来源 那同样的类似的能源问题 台塘的这一个土地的提供者 也曾经有发生过类似侏儒的现象 因此我们是希望中央能够拟定一个纳管的一个机制 从一个纳管的机制来说 来避免日后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冲击的部分 所引发的一个社会争议 我知道不管是从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对于太阳光电厂商来说 都还有一个困扰 就是地方的养殖事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被清楚的厘清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不管是从渔民的团体 从地方的团体 从养殖 从这个相关的厂商 他们都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政府 大力的把养殖事实厘清 为什么养殖事实厘清重要 因为当养殖事实厘清以后 你的相关的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所以每个人该有什么权利 在这一个秩序里面 该有什么权利才会清楚 当今天连养殖事实的认定都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界定权利义务人 不管是对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对厂商的角度 都是很大的相关的困扰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 我认为这绝对是行政端就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2019通过了功夫法之后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去查这些违章工厂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用 查违章工厂 确认事实的方法 来去确认养殖事实 对养殖事实的认定的确认 只有把养殖事实的确认给确定下来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到 好好的管理的阶段 今天只要这一端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坐扎实的话 我认为你要谈后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 编列充足的人力预算 该把养殖事实 包括相关的科学标准 损害科学标准的认定 都应该建立起来 这个是管理最重要的基础 雨电供生案件的养殖事实 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认定 未来会结合科学技术监测 包括水质 荣养及产量等状况 强化管理 经济部也将与农委会合作 由政府作为土地整合的发动者 透过公开临选 选出能回应地方需求的厂商 今晚法规是规定 地方政府要去看 有没有养殖的事实 怕我们这个增重店 假养殖的事情发生 这种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地方政府 他那个社区 他去做可能一年一拜两拜 这样这是不够 那现在我们也跟那个洪委员 跟郭委员这边 应该有这样说 我们回去就马上就用 那个水厕所的在台西 他现在有些地方建筑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规模 先用连线的方式 就是说你吃虎子的时候 里面要不管是水质 PH或是农氧 或是那个酸碱度 这本来就都有些主动的这种监测 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广 那大概在这边 洪委员也认为说 那个应该在经费上 还要去益助一点 就是类似我们 像我们海洋一夜的日准 现在就是有 有一个监控的一个系统 你船到哪里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那你捕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移货或是一夜种类 这都主动的 你做这个管理 用这个同样 医药的发展就是说 在管理上 如果你把那一些的感应的水质监测 或是还没有谈到那个所谓厂的监测 这都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那个一离开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或半天 你如果离开 那就OK 但是你如果那个系统 那个信号没有进来 就是说水质 你如果潮过几天的时候 就表示说你苦苦了 你现在已经是有疑惑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研究 现在是我们是请 那个也是当时也是做我们的那个 渔船的监控系统的海大的一些老师 你做这个那样的 那今年大概是有一个计划 先以水释手的这个几家的那个进驻在台西 或是那个台南的这一部分都可以连线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未来大概考虑的方向会有两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说 由下而上 如果有养邪或鱼邪这边 他们可以整合好的时候 由他们当主体 那我们去媒介 优良的网点业者 让他们当主体 这是一种由下而上 由地主或是渔民自己来做的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是 我们由上而下来做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 渔电工程专区 总编辑大概花了 花了大概将近有两万公顷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有很大的量 那有些已经开发 有些还没开发 那我们想说第一步 大概我们会跟农委会合作 在当地去 收集民意之后 民意这边如果 针对这些还没有被利用的专区范围内 他们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共同往前走的 改变过去由他们自行来整合土地的做法 我们打算用临选的方式 临选出比较可以跟当地共农 共存的这些好的厂商来做 那临选里面当然合法合规 这只是基本要求 我们要求他要跟当地的结合这边 包括刚刚有提到的牧林的方式 回馈的措施 可以改善渔村经济的等等这些 透过临选的时候 把这个好的厂商 愿意跟在地结合一起共同发展的 这厂商选出来之后 由他再去做整合土地 那后面当然这些做法 就会有一些配套 临选出来的 我们大概会让他 在我们的这一些台电的溃线上 我们大概就会做一些管理的动作 洪生案指出 县已有部分不孝业者 用草作土地或降低成本方式 违法或游走在法律边缘 经济部及农委会应承担责任 研议纳管机制 介入渔电共生所需土地 及渔温之空间整合 并确保渔电共生收益 能由渔民和社区健康共享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为了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各面向的议题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举办 台湾影Viu会议 汇集各界关键决策者担任演讲嘉宾 中央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 也受邀于谈 以经营者的观念 畅谈近年来 有限电视与宽平市场的改变 以及在OTT串流影音浪潮下 如何因应 为探讨台湾影视与串流媒体的 产业趋势与发展方向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 举办台湾Inview会议 汇聚各界关键决策者 担任演讲嘉宾 中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 也受邀参与 并且以台湾有限电视 及宽平市场之演进 为题进行分享 赖贤武表示 面对有限电视市场衰退 中家宽平以客户为导向 优化品质与服务 不仅用户持续增加 也全方位的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中家宽平在最近的四年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投资在网路的建设 所以使我们在有限电视或宽平的这个网路品质 在过去四年有大幅的成长 第二个呢 我们也更加强我们把有限电视跟宽平的捆绑服务 所以使实际上消费者在有限电视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 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 同时还有宽平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 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因应有限电视下滑 我们中家宽平所做的努力 在数位浪潮下 中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有限电视与OTT业者不再只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 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也增进宽平服务的成长 OTT虽然是一个浪潮 但是OTT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其实跟有限电视是一个互补的 因为OTT不管是Netflix 或者是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OTT服务 基本上它所提供的 可能是电影娱乐各方面 但是有限电视呢 我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新闻的电视 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 这些都是目前在online上面 OTT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 两者是在内容上面是有些互补 不完全是一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使用OTT服务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宽平上网的服务 才能享用OTT 所以我们中央宽平也提供了宽平服务 所以OTT可以促进宽平服务的增长 另外呢 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限电视服务 也能享受到OTT服务 我们也推上了ATV的机上盒 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 如果说要享受OTT服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 所希望有的OTT服务 与会嘉宾利TV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 尽管有限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 与数位化冲击 但有限电视与宽平产业 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台湾的这个看这个Cable的人呢 最少还是在5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而50%以上呢都是付费的 消费者愿意付费的 而这个里面呢 这个基础呢非常大 你愿意付费 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 那在经济学里面通常在讲 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那现在Cable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 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现在Cable都在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宽平 就是Cable Modern 那Cable Modern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除了Cable Modern以外 在这么大的一个 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加户里面 怎么样推广 那当然现在Cable公司 每一家都有开始跟OTT合作 所以它的双模机上合可以看OTT 但是不是只有OTT 还有数位广告 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大的收入的来源 那客户在这里 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 你就有商业模式 所以最重要的是Cable公司呢 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 那这些族群呢 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 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 其他的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 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 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针对盗版内容 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钟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影视产业与宽平业者 需携手合作共同打击盗版 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 这个所有的系统台 必须要同心协力 取缔这些盗版的这个软体 但是呢 上游卫星工会啊 卫星频道工会 或者是版权的业者 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 另外盗版的这个 盗版的内容服务 主要是透过宽平的方式提供的 那我们也呼吁 中华电信是全台湾 最大的宽平提供者 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 我提供宽平服务 也应该注意到宽平服务上面 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 那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加入我们 一起打击这个盗版软体的 盗版这个内容服务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 政府机关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 加强对盗版版权的这种取缔 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 台湾Inview会议圆满结束 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 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 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经济 云 老闢 老闹 老闹 感谢观看